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处来讲不会很融洽 当然还不至于绕成互相冲克 因为他没有那个冲克的心 只是看得到吃不到有点物足 我们物足就是表演 欲足 欲足了 比如说心里面会比较会怨 一定会怨 因为沟通不良会不会怨 当然一定会怨 可是不怨还不会产生恨 这一点倒还好 上次有提到那个第三个字 那个卢字也是不错 本来很好 可是因为秀会延伸 对 所以秀这个字就 整个影响了这个名字的好与坏 假设对他不好 对另外一半好的话 可能会还有旧的机会 我想调解一下 他那位朋友的先生 第二个字是什么字 我不太记得 我只记得他先生的中间 有一个日起的日字 日本的日 日起的日 他的生肖是什么生肖 属蛇 也是跟林小姐同样都属蛇 所以说这一个秀 删了他又删了他的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也是属蛇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中间字是日 日是不是叫做太阳 蛇看着太阳 等于是要脱成皮 很痛苦的 所以日对林小姐先生来讲 本身也造成伤害 日又对林小姐也造成伤害 所以表示说 这两个字全部都用错了 所以他们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 他们的婚姻关系一直在触交 对 就是被您看到的是在这 对 表示说他们在这个阶段中 夫妻不容易说水乳交融 我们一般讲 水乳交融 先生很谈太太 太太很谈先生 或者互相忍让 或者你让我 我让你 在这两个字来看 两个互相之间 没有这一层关系 相敬如兵 相敬如兵 所以蛮可惜的说 这个字也不好 这是中间的 中间这个日 对两个都不好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互动就没有了 没有了 那如果说我们想帮他改个名字 让他们关系变好一点 那你会建议第二个字要怎么改呢 因为他们两个都属蛇嘛 所以改只要有肉的字 肉的字好比说我们讲 女孩子比较喜欢的是 恩惠的惠 智慧的惠 底下是不是都是有块肉 对 然后呢 它上面有的是草 对葵式年人来 蛇来讲 它草有游走的空间 那对两个生肖来讲 因为只要改一个字 两个生肖多喜欢 所以是不需要 就是只要一方改就可以了 只要改一方 对 那当然到时候 林小姐本身来看她先生的话 她会看 觉得很受伤害 因为先生的名字如果说是日 中间第二个字是日 她看先生是不是看日 看到太阳 一样看到太阳 她就害怕 她就害怕了 她就感觉很想躲她 反过来 她的先生来看林小姐本身 她已经改成有肉的字 她就好喜欢 好像换个太太一样的 沟通上就造成一个 比较好的默契 所以等于说 因为只改了单方面 所以变成 对林小姐来讲 两个手到肚脐眼之间 是代表第二个字 所以你的 葵式年的话 可能以前是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表示肠胃了 也代表心脏 这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人如果这个名字一改了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 就不能说百分之百 可是你会感觉 不像以前好像整个心火 好像在烧一样 可是她已经到 她已经是到过 没错 以前不讲说 第二个字是金生 你金生过得好与不好 照样影响 还是有影响 只是她的影响程度 如果你今天走到第三个字了 第二个字的影响变小了 以前本身很痛苦 现在可能比较不舒服 两个层次就不一样了 可是毕竟照样影响 那那个日志 你刚才是说秀字 有这些的心脏 十二指肠这些 不是很好吗 那这个日志 对这个生肖 十五的男生来讲 身体状况 阿养夫妻的薄病 差不多 真的 因为你正好同一生肖 然后你用的 如果你有同样 在那边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两个都有造成那个伤害 毛病就差不多 可是反过来讲 因为秀儒 第三个字是要把第二个字的力量拉下来 如果第二个字不改 第三个字的毛病就出来了 第三个字又是毛病 肚脐炎以下 你的腹科 你的筋骨 所有的脚的毛病 所以你看 第三个字 明明很好的一个字 变成不好的字了 因为他把第二个字的力量拉下来了 所以如智虽然取得非常的棒 可是不太好 可惜 没有用 反而变成劳碌一生的命 劳碌一生 那琳达 你有沒有觉得你的朋友真的很劳碌 确实有这样子的现象 是啊 所以这个名字真的可惜了 看看这位林小姐 她本身云 如果能改了 真的这个字我建议是要改一下 比较好 对 其实生肖西民学 经过这么一大串 那个名讲句师 我们这个集数也很多集了 一百多集了 一百多集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如果您一直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 你会知道 名讲句师所讲的东西 它都是有理有据的 那琳达帮秀儒这个朋友 也问了名讲句师 那对秀儒来说 应该是 这个朋友应该是很受益无穷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在 透过琳达的关系 再来问问名讲句师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 夫妻关系变得更好 然后让身体状况变得更好 那今天就谢谢琳达 跟谢谢名讲句师 我们节目就到这了 谢谢听众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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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